中旭战国族首发11人曝光,政治无缘救主,李皮霍英告别战10月16日,中国男族迎来叙利亚的有力挑战。 三天前,国族在苏州令人尴尬的0比0战停印度,其进攻端的低迷可见一般,相比国族的糟糕状态,明晚的对手叙利亚明显更胜一筹, 因为在三天前的一场热身战中,叙利亚客场1比0战胜了巴林,而在上一次牺牲的过程中,国族仅仅0比0逼平对手,所以,尽管此战国族占据天时地利,但却类必能如愿法谈。 更糟糕的是,目前国族主帅李皮身陷巨大的信任危机,如果再不能用一场胜利止跌,不排除在未来一两个月交出较鞭,三天前的中阴之前,国族虽然场面上占据主动,而且还有两次射门打中门框,但是整个过程却难言令人满意,因为上半场前30分钟, 国族的后防线就让对手获得两次必进球机会,甚至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差点被对手绝杀,尽管下半场李皮力满狂澜,换上诸多进攻好手,并且将阵形切换,乘343进行强攻,但仍无法攻破对手诚实,0比0战平引渡后,李皮治下的国族已经连续三场不胜,并且三场不进球,事实上, 在12强赛后进行的共11场比赛中,国族也仅仅取胜两场,对手也只是缅甸和泰国这样的亚洲三流球队,取胜并没有太大说服力,如果说李皮此前错过最佳的指跌反弹机会的话,那么明晚与叙利亚的比赛将是他的证明之战,相比12强赛勇往无前的那只国族,目前的这只国族整体战斗力,可谓下降不止一个档次, 一方面,球队终以恒大,上岗球员为班底的主力阵容由于联赛巨大的争冠压力,所以注定他们会在国家队比赛中有所保留,另一方面,李皮将在亚洲背后,确定卸认的消息,也让目前的国族球员无力再为他卖命, 所以,只望这样的一只国族在明晚的比赛中,打出此前12强赛的经济神显然不太现实,也许李皮也感觉到了队员们的这种状态,所以在赛前的训练中,他也非常无奈,仍旧没有拍出自己的最强阵容,反而对上一战的首发11人进行大轮换, 在今天的最后一战中,李皮让助理教练马达洛尼向于大宝、肖志、何超、张修为、赵旭日、吴熙、邓寒文、范晓东、王瞳这9名球员分发了黄背心,这意味着,衣裳9人将很有可能出现,在明晚中续中的首发阵容中,再加上国族队长冯小婷,以及门将严俊龄,国族的首发11人已经很明朗, 后方线上,邓寒文取代王瞳思之右后卫,后者则内收与冯小婷搭档中类,左后卫位置,范晓东取代上一场状态不佳的李学鹏,中场方面,何超不出意外将顶僻友伤在身的正志成为拖后后腰,在他身前的分别是吴熙、赵旭日,另外,小将张修为取代了吴磊的位置,他或将承担起在中场组织的重任,封线上, 肖智和于大宝将搭档组,成双前锋,也就是说,明天的中续之战,李皮将派出一套以老代新的混合阵容出战, 而这样临时拼凑的球队齐战斗力可想而知,也许,明晚的中续之战,我们很难期待,国族会打出上新月末的进攻表演, 甚至表现还有可能比中阴战更糟糕,一旦这场比赛国族诞生变数,甚至输给对手,那么李皮距离离开国族主帅位置也将进入到计时, 当然,从合同的角度出发,中国族协未必会直接解雇李皮,而是像之前一样,派中方教练组接管, 毕竟,对于极为重视大赛成绩的足血而言,他们绝不会允许李皮再这样白落下去, 预计首发,门将,严峻林后卫,邓涵文,冯潇亭,王瞳,范晓东中场,何超,赵旭日,吴熙前妖,张修为前锋,肖志,于大宝。